拿著扇子 不停的扇 天氣真的好熱好熱 大熱天下 竹北市場的攤販和民眾 笑不出來 一名婦人被緊急抬上單架 天氣太過悶熱 引發身體不適 被緊急送醫 如果夏天的話 為了東西一切的話 我覺得如果有空調 當然是比較好 很熱 外面很熱 那裡面呢 裡面 我今天才來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這裡還蠻涼的 全台持續高溫 進到市場 就像進到三溫暖 又悶又熱 從6月開始竹北市場就傳出 不少攤商和民眾受不了 中暑的頻率非常高 還有攤販熱到乾脆請假不來了 因為我有 脊椎骨有跌倒 所以我是變成是 中暑加感冒 所以我的脊椎骨全部痛 希望可以改善 因為太悶了 尤其是夏天 客人會站不住 而且一天暈倒兩個客人 竹北市場有54年歷史 設備老舊沒有冷氣 裡面擠了將近150個攤販 每天早上大概八點半到九點 開始熱 尤其到了假日 人潮多 擠在市場內更是恐怖 我老公是中暈倒 被搶救回來的 現在想到那個畫面真的 不希望還有下一個受害者 我們希望能夠改善 因為我們有一直去參訪 別的市場 對此竹北市公所 已經有安裝通風扇 目前有計畫再加裝 不然這下到市場逛貪販 向近三溫暖菜都沒買完 帶回一身汗 三地新聞 張惠玲 七雲新五條報導 特許是中暑焦 那本水也看到ола 在市場逛三溫暖的